如果你看標題以為我是要標題黨一波實際上考究三方元之戰 那你就錯了 今天的視頻就是專門考證德川家康的戰場托分事件 近年來啊很多人都說家康公其實只是大掰而歸 說是家康為了激勵自己而劃下了戰場醜態 沒想到後來遭到誤解都以為他被打了屁滾要流 Bullshit 我華某人今天就是要為家康公證明 三方元之戰的德川家康的確是被武田信玄打出屎來 轉述出的偏差也都是要負責任的明不明白 這裡是烏扭花扇里 今天我們來看看這些記錄 記得先點贊訂閱哦 德川家自己的觀修史書《改正山河後風土記》中有記載 原史料整理時發現了此記錄 大酒堡中佐在神君德川家康公回到冰松時 發現一匹馬的馬鞍袋上佔有糞便便大聲的對德川家康喊道 你的馬的馬鞍袋上有糞便 殿下你是屁滾叫流的逃回來了嗎 後來我去詢問了其他家康 大家都說那天家康公並沒有出政 因此沒有機會逃回來 群城都對我說此事是謠傳 此外賈陽軍艦也記載 當天家康公派仲城率領4000人參戰 而沒有提到家康公本人參戰的情況 故此記錄不踩性僅做保留 作為觀修史 他這樣子的記錄這件事就很讓人覺得 他想保留這個記錄但是又收到了壓力而不得不自我否定 那既然他都提到了賈陽軍艦 可以證明當天家康沒有出政 那我們就來看看賈陽軍艦是怎麼說的 賈陽軍艦衛方圓核戰之四中有記錄 原歸三年十月中旬 武田信玄公離開賈府 攻打遠州二俱川中游的支來城和梵田城 戰後清點 派天野警官守衛遠江犬居城 偵查九野城時 又發現家康的一個重城 正嘗試渡過三野川 其兵力約有4000人 信玄公確認後下令殲滅這支部隊 別讓他們逃了 德川軍最終撤退 確實如改正山和後風土記所主張的 賈陽軍艦沒有記錄家康出政 不過嚴格的說 現存的賈陽軍艦 也算是半個德川幕府的官方記錄了 那我們全且把其他德川家的核心史書也看了 賓松日在成績是這樣記錄這件事的 原歸三年十月中旬 武田信玄從賈匪國出發 以犬居城的天野宮內上右衛門藤秀為向導 進攻支來城和梵田城 後任命天野為遠江城藩 途中德川軍出兵三野 武田方派軍向右移動 試圖繞到德川軍後方 這裡也沒有德川家康親自出政的明確描述 自然他也不會戰敗逃回來 不過這裡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那就是這些記錄中的相關描述 看起來說托憤話題所對應的戰役 都不是三方圓之戰而是一眼板之戰 雖然這肯定也是德川軍的另一場酣暢大敗 但是似乎並不常見這場戰役中 家康也是爬著逃回來的記錄 這是典型的史料整合性出現的問題 可以想見這一定是因為不做彩性 刪除部分記錄後引發的整合性問題 那麼問題的關鍵 還是這部分不做彩性的被刪除的內容 在改正山和後風土記中 這一段被家康公也感受到的恐怖一句帶過了 總之江戶幕府的觀修史大概就是這樣 既不證實也不證偽 而是通過暗示 告訴你應該怎麼去推理這件事沒有發生過 就很像當代網絡必謠的標準化流程 十分的可疑 好在德川幕府初期地位不正 沒有那個能力去大範圍發明歷史 就算有餘力 也是放在了更重要的修改風城家的地位上面 詳細可見風城家結局的系列視頻 因此有很多可信史料中 都確實留下了和德川家的關修史相互矛盾的記錄 後來傳播廣泛之後江戶幕府也無力再做修改 說起來因為這樣 我本來想先做個秦桧炮製的李光思作小死案 來鋪墊這個視頻的 但是上次鋪墊德川家康殺妻滅子視頻的 三子殺桓公視頻 數據並不怎麼好 就在這裡統計一下 要不要補李光思作小死案的視頻吧 拜託各位打個分 五分想看一分不想看 言歸正傳 日本國史試點中的三方元之戰節寫道 武田信玄與德川家康 戰於三方元台地 信玄壓倒性大勝 原歸三年十月 武田信玄率軍兩萬五千人離開賈匪入侵德川家 先攻占高遠 而後梵田 而後清崩霞 而後冰月霞 而後攻破德川家之城之來城和二日城 兵臨冰松城下 德川家康親全國之力發兵八千人 並從知田信長處獲得三千援軍 和兵一萬一千人出陣應戰 12月12日雙方激戰 武田信玄並非強攻冰松城 而是陽莊臨時佈陣於三方元台地 德川家康被引誘出城 雙方佔於三方元 信玄軍以小田信茂和山縣倉景為先鋒 武田勝奈和馬場信房為二陣 信玄本陣 血山眉雪後陣的方式敵擋德川軍的衝鋒 德川軍無法破壞武田軍陣型 被打得體無完膚退回兵松城 而這不是我翻譯時用詞奇怪 而是原文他就是用了體無完膚這個成語 就是體無完膚的日語 也可以翻譯成疲憊不堪 不管是哪種意思用在這裡都顯得很奇怪 而信長公記中則有 原歸三年11月下旬 信長公收到急報 武田信玄圍攻遠江二于城 信長公立刻派出左九尖姓聖 平守樊秀 誰也信袁三名家老作為大將前往救援 然而 資田軍抵達兵松城參政之時 二于城已然失守 武德大成記中則記錄說 資田信長聽說武田信玄出兵遠州 派出左九尖姓聖 平守樊秀 隆川一役 率領九部軍隊支援家康 11月中旬抵達兵松城 資田信長傳話給家康公 切記不可出城反擊 無論武田信玄如何挑戰都不要硬戰 先全力防守一個月 家康公不聽 當時的局勢 信長正在被前警 招昌 本院四所圍攻 暫時無力支持德川家康 與武田信玄作戰 但是信長擅長情報 他告訴眾成們 通過特殊管道可以判斷 武田軍沒有做好大部隊長期遠征的準備 於是他命令少數部隊支援德川家康 只求撐過武田軍的補給上限時期 然而德川家康不聽 不僅自己家底進出 還帶著信長的援軍一起去酣唱大敗 其中的原因與這次主題不同 先挖個坑 我們還是繼續考慮 家康戰場脫份的可能性 那麼我為什麼要拿出這三個記錄呢 因為雖然他們都沒有明說 但是很明顯的 三方圓之戰的主將只能是德川家康 除了他這個同盟家族的家都 誰也不可能有能量率領 當時資田家的家老筆頭 佐久堅信聖出戰 家康本人肯定是親自出陣的 後來江戶幕府的關修史 就是故意利用家族親自做主將時 省略族羽的記錄習慣 誤導讀者以為家康沒有出陣 而且他們都故意把三方圓之戰 和一眼板之戰混淆記錄 讓人不得不懷疑江戶修史時 是系統性的故意隱瞞了什麼事情 著名的德川家康三方圓戰役畫像 現被德川美術館所收藏 有名的說法是 家康通過將他在三方圓之戰中 慘敗後的悲慘模樣記錄在畫中 來告訴自己過於自負 另一說是偽章德川家的初代家族 德川一職命人繪製了這幅畫 用於告誡子孫德川家創業艱苦不可怠慢 前一個說法 不管是家康有沒有被打出死的版本 其實都完全不可考 懷疑僅僅是後人根據畫名的附會 但是根本不用這麼麻煩的 現代技術考察認為 這幅畫更可能是做成於江戶中期 雖說是誰出於什麼目的 冒著這麼大的風險去做的這幅畫 實在是很難考證 至少前面兩種說法都不太可靠了 首先 其實戰爭這種生死攸關的情況下 脫糞並不是什麼大問題 戰爭心理學訪問的美國二戰老兵中 有一半都說有過冲鋒時要褲子的經歷 四分之一的人冲鋒時脫糞 書中也解釋了其激勵 跟勇敢與否其實沒有太大關係 而是純粹的生理現象 即使經受了長期訓練和多次戰場經驗 再次面對生死衝擊的時候 這種事也是不可避免 不過就算知道是這樣 在戰場上被嚇尿 還是很難被世人在情感上接受的 比如去年鳳凰衛視的著名戰地記者 在俄烏戰場被嚇尿的羅生門事件對吧 那麼按理來說 戰場上被打出死 在戰國應該也不算什麼稀奇事 三河後風土記原本中 大九寶中左拿這事跟德川家康開算 也看得出來大家都習以為常 所以我認為這事應該是真的 德川家康就是在三方圓 被武田信玄打出死來 後來江戶幕府盡力掩蓋了這件事 不過所謂春秋無翼戰 比善於此則有之 人知道本來就是不講道理 只看對比的 該說不說 確實留下了戰場託記錄的戰國將領 就只有德川家康一個人 真的是相當倒楣 這就只能當成是給神軍的特殊優待了吧 都看到這兒了 別忘了點贊訂閱啊 這裡是巫女花散禮 我們下次再見